我跟查理也在探讨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 比如说对艺术家的不自由 对艺术作品的审查 比如说对出现了很多环保问题 跟社会矛盾 我认为艺术家 我跟他谈了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 它会出现很多发展中的烦恼 也会出现很多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呢 问题随着解决 随着中国人对新鲜事物的追求 对新生活的追求 可能这个时候呢 艺术家需要有一些先党的作用 可能会有一些起立作用 这样呢 我认为中国的艺术家的负担的东西还很重 包括艾维维也没有自由 我们的操场地的展览 也有很多被 被检查 甚至宣传是被 查封 这样呢 现象会出现 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并不严重 问题是我们 如果有没有压力 就没有突破 这样的艺术家 需要更多地去突破 很多的社会问题 政治问题 包括法律问题 我一直在说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操场地 实际上是在一个违规的过程中在前进 包括操场地的艺术 包括当代艺术 我记得我也跟一个中央领导 谈过这个问题 就是我认为 当代艺术跟中国的改革开放 实际上它都是走了一条违规的路 但是我们违规呢 也是对新事物 新生事物的一个认识吧 希望大家 在中国可以理解违规 但是不要坏 我们做艺术的愿者 OK